原标题 徐志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15年 徐志摩18岁 张又宜15岁 在张又宜四哥张家敖的撮合下 两人结婚了 当时张家敖是浙江都军朱瑞的秘书 张家有着庞大的政治经济关系网 徐志摩的家族是江南富商 但地位不高 对于这段婚姻 徐志摩的态度是 媒妇之命 受之于父母 在当时西风东建的时代 自由恋爱是风尚 新青年徐志摩对此新生向往 这个态度 仿佛也预示了未来的悲剧 张又宜再怀孕 徐志摩却在热追林归因 1918年 张又宜生下长子徐吉凯 徐志摩留养英国 1920年 徐志摩将张又宜接到英国 1922年 张又宜再怀孕 然而此时徐志摩正在热烈地追求林归因 至少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 徐志摩至少当时是真喜欢林归因 吹了一阵奇异的风 照着什么奇异的月色 一份深刻的忧郁 占定了徐志摩的心 但是徐志摩是有父之父 得知张又宜怀孕后 徐志摩立马命令他赶快打掉 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 张又宜说 可是我听说 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 徐志摩冷冰冰地说 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 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展开全文张又宜生产前 徐志摩逼他签离婚协议 徐志摩为何让张又宜打掉孩子 因为只有打掉孩子才能尽快地离婚 恢复自由之身 考虚追求林归因 只是张又宜不愿意打掉孩子 于是徐志摩就离家出走 后来张又宜在生产期将近时 再二哥帮助下来到柏林 然而在要办理离婚手续时 徐志摩找到柏林 在医院里逼着张又宜牵下了离婚鞋 产后张又宜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 雇了保姆 然而厄运降临 1925年三岁的徐德生死于父母也 孤独有偶 徐悲鸿也是如此 我们都知道 徐悲鸿是中国有名的画家 他十分擅长画马 画得马栩栩如生 他一生中为中国留下了无数的艺术申品 而处在民国这个动荡时期 文人和艺术家身上总是有着感情纠葛 徐悲鸿也是如此 徐悲鸿出身贫寒 自幼就随父亲徐达章 学习诗文书画 而在他长大之后 就辗转于乡村镇里 以卖画为生阶级家用 虽然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但是 这也给徐悲鸿的艺术创造力 定下坚实的基础 而在他读书时 家中为了让徐悲鸿传宗接代 就给他办了一门包办婚姻 而当时社会正在接受新思想的洗礼 徐悲鸿从小就对救赎会 很多社会陋习十分厌恶 尤其是包办婚姻 在他得知 父亲给他找了一门包办婚姻之后 徐悲鸿十分的生气 他选择 离家出走 只是以失败告终 最后在百般不情愿下 他还是和女子结为夫妻 可能是由于包办婚姻的缘故 婚后徐悲鸿十分讨厌他的妻子 看妻子各种不顺眼 连带着妻子生下的孩子 也被徐悲鸿看不起 因此 他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 还专门给儿子取了一个晦气的名字 叫杰生 万万没想到 这个举动让徐悲鸿晚年十分的后悔 徐悲鸿在结婚后 不愿待在家中 他想要前往上海学习绘画 这次父亲没有阻拦他 他也如愿以偿地到上海 在此期间 夫妻两人的关系十分的冷淡 而他去求学时 他的妻子就只身一人照顾徐悲鸿的父母和孩子 而在上海 徐悲鸿认识了蒋梅生教授 并在他的门下学习绘画 后来和蒋梅生教授的二女儿蒋碧薇结实 两人处着处着就伸出了感情 并且一起私奔到了法国 只可惜 蒋碧薇后来离开了徐悲鸿 成为了别人的情妇 而徐悲鸿的发漆 因为被丈夫冷落总是郁郁寡欢 不久之后就死去了 而他的孩子也逝去了 在七岁时就不幸夭折 徐悲鸿得知消息十分伤心 他认为 或许是因为这个不吉利的名字的缘故 冥冥之中注定孩子活不长久 因此他十分的自责 然而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要 孩子和妻子都已经死了 所以说包乱婚姻实在太害人了 那么对此你有何不同的见解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